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据路透社消息 叙利亚政府军进入对伊德利古省阿勒坡省等地区 剧本改得很好 这次剧情流畅了很多 格式也没有问题 都是西娅一交的好 徐徐又知 那个是 这是剧本的新名字吗 没有 不是 就我上课随便写的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上课偶尔走神也是正常的 我不会说你的 是啊 我紧张什么 夏姨又不知道那个是我追求她的计划 行了 剧本没问题 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去健身房吧 温童应该已经到了 好 静江文学城 宁然援助 热拉出品 青之声广播剧社制作 现代纯爱广播剧 余生为期 第十一期 欢迎收听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终于做完了 夏天的时候被我发现马甲线没了 你就一直憋着气想要练回来 这下练了这么久 我看看 你马甲线回来了吗 别 还是让我看看你的在不在吧 别闹了 信息还在呢 有个做长辈的样子 没关系 其实我也有点想看小阿姨的小马甲 谢谢也想看了 幻青衣别害羞了 给我们宝宝眼福吧 你快打得住 正经点 那 擦擦汗吧 都要流到眼睛里了 萧阿姨和文阿姨的感情 真好啊 老肖啊 你还记得我跟你约过 三十五岁要是我们都还单身 就一起凑合过好了 啊 萧阿姨你答应了 没有 她开玩笑而已 那个时候她失恋了 突然说男女恋爱 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问我是不是其实女生才更适合女生 我还没有想好 怎么安慰她 她就已经硬腰和旁边的男士去跳舞了 啊 这样啊 我们俩呀 太熟了 是啊 太熟了 是错觉吗 为什么觉得温阿姨的眼神很不对 晚上想吃什么菜 都行 谢谢你怎么了 从刚才开始就很少说话 没有 我就是在想 温童阿姨她 是很久没有男朋友了吗 这两年好像是 怎么了 你是要学你妈妈给她介绍对象了吗 不是 我就是觉得 她会不会 也喜欢女生 不会的 你别听她乱讲 她是直的 一直都只跟男生交往 可能是这两年忙工作 没有遇到合适的 这样 嗯 什么 小阿姨 如果你三十五岁的时候还单身着 我们就一起过好吗 你 先出去吧 小阿姨 咱们俩一直像这样一起生活 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的 可是不一样的 走吧 我们先回家 小阿姨 你的脸好红吗 哦 可能 是这车里太热了吧 满门今天又没来吗 没看到他人呀 副班长说他也没请假 你有联系他吗 我给他打电话 关机了 发短信也不回 不过是他跟夏学姐那边 出了什么问题吧 哎 林姐 你去哪啊 我就找夏之锦学姐问问 夏学姐 你知道满门在哪吗 我就是过来找他的 学姐 你也不知道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吗 不是 我们什么也没发生 他周末和他妈妈在电话里吵架了 之后他就一直没回来 我联系不上他 如果他联系你的话 请你告诉他 我很担心 好的 我会的 那 今天下午我们会在天井那边排练 满满如果来了的话 我短信告诉你啊 好 谢谢你 预备零响了 你给我回去上课吧 我走了 学姐再见 石马还没回家吗 石阿姨 您别担心 我联系了他同班同学 他应该今天下午会 他被我惯坏了 你不用管 等我正午回国 我会和他谈一谈 好的 石阿姨 妈 你怎么来了 你都高三了 好好读书 别老往医院跑 没事的 你石阿姨说 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他都会帮你 你一定要加油学 以后好好抱的人家 我知道 石阿姨人太好了 没有他 妈妈你 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现在 我们家没个挣钱的人 我这病 也是他帮忙 才能撑到现在 但是再怎么撑 也没多少日子了 妈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趁现在还有机会 多和你说两句 你别嫌烦 我不是嫌烦 我是怕你累 还有啊 我们虽然是穷着过来的 但是 人穷 只不能穷 不要因为今天 事事都靠着别人帮助 就习惯了去依赖别人 贪图安逸 做人要有骨气 我会的 还有啊 我们做人要知恩图报 以后有能力了 妈 医生 这里是三号病房 我妈的突然心跳紊乱 你们快来啊 奥达 你是阿姨 妈 我会的 我会的 妈 妈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米剧比赛现场 现在剧里我们决赛开场 还有五分钟 请大家耐心等候 快开始了 先试试相机效果吧 小阿姨 你到了吗 已经到了 小阿姨 我还有五分钟到达战场 我还有五分钟到达战场 就等着被我迷倒吧 这孩子 小阿姨 是你啊 我来看林仙他们组的表演 阿姨 这是林仙的阿姨 小阿姨 这位是满满的母亲 试董 好久不见 小主席好 没想到一直听满满提起的 人很好很温柔的小阿姨 就是你 满满沉默你的照顾了 希望没给你添麻烦 哪里的话 是我家林仙 一直沉默恋爱和知谨的照顾 都有麻烦了 尊敬的领导 老师们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小阿姨 林仙 今晚很漂亮 是 很漂亮 小阿姨 就等着被我迷倒吧 好像 是有一点被迷倒了 爸 你回来吧 满满演得真好 是啊 他没有急事 知己 嗯 他们已经走了吗 感谢财经学院 为我们带来的调研 喂 怎么了 主编 下周的那城沙龙 有一个主奖人临时出了意外 实在赶不过来了 咱们得把之前的工程全部改一遍 咱们是临时改成三个主奖人 还是 想办法再找一个主奖人来救场 工作都是按照四个人主奖来安排 改成三人工作量太大 这样吧 你们暂时还是按照四个主奖来 我晚上去联系一下 明天给你答复 好的助编 时间这么紧张 还要资历相当 只有他了 温童 江湖救急 下周三有空吗 喂 怎么了 说吧 我策划的一个沙龙 下周三就要办了 主奖临时来不了了 时间这么紧张 资历还不能比别人低 想来想去 我身边也只有你能临位授命了 不知道温总监肯不肯赏脸 行 但我有个条件 准备演讲也要时间的 这样的话 你至少将用了我几个晚上的休闲时间 那 你是不是至少得陪我一个晚上啊 好 陪给你 言为定 等你把资料发我邮箱 我看过之后咱们再聊 嗯 那我先挂了 嗯 之前 他怎么坐在阳台上 怎么坐在这里 太危险了 是萧阿姨啊 萧阿姨你说 情人是不是没有资格做梦啊 做人好没有意思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就长话短说 石满喜欢你 你和他在一起吧 阿姨 真的可以吗 是真的 她的性格 你要是一直不接受她 她就会一直闹 这些年因为你好不容易她听话了一些 你就当帮阿姨一个忙 不要让她太伤心了 陪她玩玩 玩玩 就像你们女孩子过家家那样 你明白阿姨的意思吧 我 好了 我还有个会 这是给你的支票 你也可以把你奶奶和你妹妹借来 就这样 我先走了 待会儿石满比赛结束 你接她回家 萧阿姨 我是真的喜欢过石满 那石满很幸运啊 但是不会有人相信吗 不是的 你自己相信的 还有 爱你的人 也同样会相信 那都不重要 真抱歉 让萧阿姨听我说了这么多 无关紧要的话 比赛应该快结束了 我们回去吧 芝瑾 芝瑾 啊 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我已经没有选择了 抱歉 婉晴 我没有选择了 是吗 你都不知道我开始超级担心中途会有意外 好在我们班最后得了一等奖 圆满的接受 嗯 真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财经学院整体的聚目质量 都比工商管理学院的要好 你看啊 工商管理学院最后拿了一等奖的那个故事情节 我觉得她那个逻辑和人生上一点都不合理 小阿姨 小阿姨 你是不是累了 在想什么呀 我在想 你信 你相信命运吗 我不相信 我之前也不信 但是后来经历的越多 就越觉得 有时候路不是我们自己在走 而是我们被什么东西在推着走 那不就是命运吗 嗯 我不这么觉得啊 有些人喜欢把生活不如意 说成是命运安排的结果 就好像当初做决定的不是他们自己一样 他们把如意的就归功于自己的选择 把不如意的就叫命运 这其实是对命运的不公平吧 是这样吗 夏姨 我不相信命运 我只相信我自己 人生只有一次 只有我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真好 林仙 希望你能一直这么想 我会的 夏阿姨 这样 我来看 有想法 有想法 正在对命运 寓斗 还有 对 入热 听有什么 月光悄悄 前世的旧梦 在轻柔细雨中 醒来 别肩流动 启动青春的多情 线结岁月的痴情 轻风拂过山雨 你落在我的心里 这一生是你 这一世是你 茫茫晨诗 你是我的余生 温柔弥漫 拂着往事的风霜 你一如初见的模样 四季匆匆 唤醒直来的守候 记下时光的清梦 轻风拂过山雨 你落在我的心里 这一生是你 这一世是你 茫茫晨诗 只有你是 是我的余生 这一生是你 这一世是你 慢慢沉寂 漫漫沉寂 记忆有 你是 我的 一生 Zither Harp